不管在什麼時候 動的 靜的 在利益眾生的時候 時無利生 只行可言 那你不覺得說 我在利益眾生 就像別人說 你為什麼要對我這麼好 這是我本來就要對你好的 這是生命的目的 所以這是我該做的 要自然的 那你這樣才會做得久 不照做的 簡單的說 慈悲變成你的生命了 菩提精變成你的生命了 呼吸變成你的生命了 對你來講 無所求的去利益眾生就對了 對你來講 不會說 我要挑天上 我要挑地獄 不會啦 到哪裡都是在利益眾生 只要有眾生存在 那活著的目的 就像樹一樣 我常比喻樹跟太陽 他沒有說 我在利益眾生 但是他活著的目的就是要光出來 把空氣給我們 水沒有說 我把你洗乾淨 但是水一灑下去 他就可以去除髒的 他已經自自然然了 所以我們現在還沒吧 我們現在是培養 故意培養慈悲 所謂明心見性 開悟 他是自然的在慈悲 那我們現在必須從照做的慈悲 然後就像那個一直轉一直轉 轉不多 但是你要努力轉 你不能停 一天哪一天他就磨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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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貪生之磨磨磨~? 磨掉了 开发到它圆满了 它自然生生世世发光 所以叫不可思议 起信论 以诸法无生一道真禁过 所以一切法的本体 那就是佛性 一道真禁过 你修行 我们讲到空性 并不是我正入空性 那什么都没有了 痛苦也没有了 不是那个意思 你达到空性以后 就自然像母亲爱儿女一样 不用教你 你都会去爱 一道真禁 这样子达到了一个真实清净圆满 然后大圣起信论说 以诸法性无染无故 随顺其修 那我们本来的佛性 本来就没有肮脏掉 没有失去掉 我们只是随顺他本来的 这样去修 那我们受戒就是要恢复他本来 行施波罗蜜 而此性戒之性 佛生共聚 纯动不无 所以我们去实践 持戒波罗蜜 为了成佛的持戒 叫持戒波罗蜜 而此性戒之本性 佛跟众生 本具足 只要会动的都有 纯动不无 一只小虫 一只细菌 有性及有心 有心皆成佛 有这个性戒的 那就有心 那我们这个 有心就是有情众生 那这有心的人就有福性 有福性一定可以成佛 那我们这个戒的意思 那你只要按照这样 你就会成佛 你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 我们的动机是成佛 也不是解脱 也不是人天福报 你只要按照这个戒 最后一定成佛 所以放完精云 金刚光明宝戒 是一切佛本源 我们受的菩萨就叫 金刚光明宝戒 是一切佛的 根本的因缘 根本的样子 也是一切菩萨 本来的根源 那就是这个 因为众生都具足 那佛性种子 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一切意识色心 事情色心 皆入佛性界中 但恐如等 若不能发无上菩提大愿 即现身中有犯七逆罪者 虽然各位发心 但是你这一辈子 乃至过去有犯这个七逆罪 虽佛性之离体 人人本具 未曾欠少 但终难发起 戒之党体 如果你这个七逆罪 没有忏悔 或是有犯 那这个本体就开发不出来 所以经律明条 应当急问 那就要问各位了 如等少请 等一下 且谁众阴理大德 入灿磨堂中 向结磨施前 标准应该还有另外一个代表 各位结磨忏悔的法师 那因为这次没那么圆满 所以就我本人又冲一次 意思是说 参谋堂应该另外安排一个地方 但是我想尽力而为 虽然我们这一次人少 但是我们还是按照完整的菩萨大劫来做 并没有 只有跳到后面简单的 所以我说要事先把这些都念一次 先将个人本受受持戒品 其间若染若惊 一一发漏 各位你要得到戒 你要先承认 发漏 我有我有 我有谐应过 我有杀身过 你要这样承认 所以一一发漏 四一大乘所 这七逆详细审明 那大乘会让你受不到戒 这七逆罪 要一一问清楚 若根本重戒不破 如果你这些杀身 偷盗 血印 妄语 这些根本重戒 你没破 这个根本重戒包括什么 孝顺父母 你不孝顺父母 破根本重戒 所以那这些你基本要做到 如果根本重戒不破 七二逆罪不犯 这样 你受了五戒 结果你犯戒了 那你受了五戒犯戒以后 你要从来受这个戒 有点困难 除非你 你已经忏悔到 有感应 又重新 又受 已经忏悔到有瑞相 不然呢 你要受这个戒 不容易 所以方可如律如法 清净受受 诸佛占善 隆天未首 所谓 毗尼住世 而正法得以久住 如果大家 能够好好的持戒 毗尼住世 那这个正法 就可以永远 留在这个世间 所以我们大乘佛教的目的呢 就是不断佛种 就是不让 不让成佛的种子断掉 我们就一直引导别人 因为自己要发菩提心 要引导别人发菩提心 那这个将来他就会成佛 这个世界只有有人陆续成佛 那就所有众生就有得度的机会 老实说现在各位 如果这个地球上 有一个已经成佛的 众生留在这个世间 那几万个地球都没有问题 那我想 那只能说我们现在 但是你相信好了 佛菩萨的化身不可思议 不会舍弃我们 那当然我们最主要 我们为了要立重 是我们要发起菩提心 来受戒 所以我后面问的 那各位叫达 能依教奉行 不过跟各位对不起 我刚才解释老半天 不见得是对的 反正我就骗骗各位 那因为这里面 有一些文字蛮深的 但是我就用我自己的想法 就朝好的方面去想吧 那我将来有机会 有这些高僧大的 一些中文基础又好 又看了完全的佛经 他来解释就会清清楚楚 但是我们就假装演戏一下 但是至少各位知道 反正我就是要受菩萨戒就对了 然后你要有这个心态 那就算你这次来 根本不是想要受菩萨戒 我哪有哉 我要来禅修的 怎么变成菩萨戒呢 那就是你的因缘到了 所以那就随缘吧 那有些人说 我是要来受菩萨戒 偏偏你得不到戒体 有时候为什么 因为你自己的障碍 业障 想法 动机 或是犯根本重戒 或是累世的欺逆罪 还在犯 或是将来可能会犯 所以有些人 你在某一个情况 他就会把父亲杀掉了 他在某一个情况 他可能会杀死一个出家人 他在某一个情况 他可能把佛像都丢掉了 这个基因在他身上的 所以像我出家这 算二十多年了 我看了还蛮多 不可能这种事情 怎么会发生 它就会发生了 平常看它是乖乖的 还不错的 但是他身上有这个基因在 有这个叶种子 他没有把它 掺除掉 而且他这个心 他可能99%做得很好 但是你不能惹他 那1% 那个东西来了 他就会繁衍 他就会发作的 所以各位这一点 你一定要告诉自己 你要告诉 完全告诉你自己 众生都是我父母 我不能伤害他 他一定可以称佛 我绝对没有心机 一定要用怨断一切 而不能有一点点保留 这一点 你要完全受到一个菩萨戒 要得到这个戒体 那是很难得的 那这个戒体可以帮助 利益多少众生 你就坐在那边 人家供你水 那个世界就会进化 因为你有菩提心 所以菩提心伟大 就在这个地方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 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静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 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 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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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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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富豪,你有听过鸟的叫声吗? 有啊,我还听过鹦鹉的叫声哦 鹦鹉的叫声哦 鹦鹉的叫声你听过,那很厉害咯 那鹦鹉的叫声很好听哦 可是我好像没怎么听过 那听说鹦鹉会学人家讲话对不对 对啊,而且我还喂水果给它吃过呢 这样子,它们有没有听过荼鹰的叫声咯 嗯,我是没有什么听过 可是我好像知道它的声音像老鹰,不过比较低沉哦 嗯,土鹰的声音呢,真的很有特别的地方啊 就是呢,很低沉的跟老鹰一样 那有一只土鹰啊,它这种低沉的声音 它却想要学鹦鹉的声音呢,好奇怪吧 那所以呢,就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哦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故事咯 请看 Let's go 有一只土鹰待在自己的房子里面 正发愁家中的食物已经吃完了 哎呀,又没有食物了,我要想个办法来找到食物 不然可怜的肚子一定会叫个不停的 于是土鹰打定主意之后,就出门找寻食物去了 哎呀,什么都没有 今天又没有 今天又没有找到食物 已经好几天没有找到一丁点食物 看来,看来明天还得早起啊 这天早晨 这天早晨,突鹰又起了个大早出去找吃的 可飞了半天,它还是没找到一口食物 突鹰又累了,突鹰又起了一只只见一只小鸡进入了它的视线 有小鸡 啊,有老鸡 啊,快,快,快跑 看你往哪儿跑 啊,不要转我 哎呀,好疼啊 好痛,好痛啊 我要先休息一会儿 哎呀 好疼啊 就在突鹰在树上休息时,一只麻雀飞了过来 突鹰大哥,这么早就出来了 是啊,早点出来找去吃的 哎呀,现在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每天一大早就得出来,还不一定能找到吃的 嗯,可不是,谁叫我们的叫声不好听呢 嗯?找吃的跟叫声好不好听有关系吗? 当然啦,王宫里有一只鹦鹉,就因为它叫得好听,国王天天都喂它小米 啊,天天都能吃到小米 可不是嘛,人家是大哥星,咱没法和它比 谁叫咱一唱歌就跑掉呢 其实,我唱起歌来也很不错 不如,我也去王宫给国王唱歌混点小米吃 说完,突鹰就飞走了 得了吧,就你那破罗嗓子还想混小米吃 去唱歌,你要自求多福哦 就这样,突鹰飞到了王宫上空 果然,突鹰在王宫那里看到了国王和那只会唱歌的鹦鹉 小可爱,快点吃吧,吃饱了再继续唱歌 嗯?多吃点,多吃点,吃饱了才有力气唱歌嘛 嗯?你慢慢吃,一会儿我再来听你唱歌啊 真是好漂亮又好可爱的鹰鹉啊 这一切都被窗外的秃鹰看在了眼里 他是那么羡慕鹰鹉的生活 不必每天早起,不必辛苦地飞来飞去 只需张开嘴巴,叫两声就能有小米吃 嘿,鹰鹉老弟,在吃早餐呢 错,应该叫零食 零食就吃这么好,那早餐不是很棒吗 呃,鹰鹉老弟,为什么国王会每天都给你小米吃呢 因为我的叫声悦耳动听,国王特别喜欢我 常把我放在身边,还用五彩缤纷的珠宝打扮我 啊,每天都有小米吃,还用珠宝打扮 难道这就是歌星过的日子 哦,真是好棒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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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鹰鹉老弟,不瞒你说,其实我也是歌星 我的歌声也很好听啊 就你,得了吧 哇,我还从来没听说秃鹰的歌好听呢 哼,你知道什么 我当歌星都一个多礼拜了 哦 哼,你是怕我抢了你的饭碗 我的歌声一点也不比你差 如果国王听到我美妙的叫声 一定也会赏赐我的 秃鹰发现了正在睡觉的国王 于是,他便在靠近窗户的树枝上停了下来 嘿嘿,我的机会来了 国王,你就好好听听我美妙的声音吧 为了引起国王的注意 秃鹰大声叫了起来 他认为国王听到他的叫声 也一定会赏给他小米吃 可是,秃鹰的叫声是那样的刺耳 国王在睡梦中被他吵醒了 哎呦,什么声音 好难听,吓死我了 来人,快来人 国王,你有什么吩咐 刚才是什么声音 怎么如此令人害怕 国王,这是一只秃鹰发出来的怪声 立刻派人给我把那只发出怪叫的鸟抓来 遵命 真吓死我了 国王派人来请我了 一定是我动听的歌声打动了国王 这是什么规矩 有这么请歌星出场的吗 你们要对我好点 我可是大歌星啊 国王,秃鹰被我抓来了 给我把他的羽毛全部拔掉后 丢得圆圆的 看他还敢不敢再乱叫了 自命 啊,拔掉我的羽毛 不要啊 没有羽毛我会感冒的 一感冒 嗓子就容易发炎 那样的话 我就不能唱动听的歌了 快拿走 他的叫声太难听了 自命国王 可怜的秃鹰被拔光了羽毛后 扔出了王宫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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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死我了 哎哟 秃鹰大哥 你怎么变成这样呢 这 这都是鹦鹉惹的话 哎哟 好疼啊 鹦鹉 兔鹰大哥 鹦鹉怎么可能把你变成这个样子啊 哎哟 那只该死的鹦鹉 说国王只要听到月儿动听的歌声 就会给小米吃 还用珠宝装扮 谁知道 我刚一唱歌 就被国王抓住 给弄成了这个样子 这怎么能怪鹦鹉啊 当然怪那只可恶的鹦鹉 要不是它 我能落得现在这样 鹦鹉 你给我记住 不要总是将过错推到别人身上 应该反省自己 是否有需要修正的地方 况且 没有具备真正的才能 盲目效法 只会令人发笑而已 自求多福 比喻靠自己的能力 来求取福禄 悦耳动听 比喻言语或声音 美好动听 使人感到愉悦 原本一只 玩好我缺的图音啊 竟然被拔光毛了 很好笑 很好笑嘛 对不对 那你看过了以上的故事以后 你还记得故事中出现了几种鸟妹呢 我记得有四种 四种 哪四种啊 有小鸡啊 突鹦啊 麻雀啊 还有鹦鹉 一共有四种 一共有四种 那我再问你 在故事中 鹦鹉的长处是什么呢 鹦鹉的长处是很会唱歌 每当它唱歌 国王就会给它很多小米吃哦 它很会唱歌 那你觉得 凸鹰的长处是什么呢 嗯 我常听老师说过 凸鹰的长处是会吃动物的尸体 嗯 凸鹰虽然长得不好看呢 但是它在食物链中却扮演着 青道夫的角色 因为有凸鹰啊 地球上动物的尸体才不会越积越多 也就是说呢 宇宙的造物者创造每一种生物 都有它的用处 这就叫天生我才必有用哦 哦 所以先生们的意思是说 连小蚂蚁啊 也都有它的用处吗 对啊 哦 每一个人呢 都有它的优点 我们不要看清自己哦 也要尊重每一个生物 不要任意的伤害它们的生命哦 嗯 欣赏别人的优点是好事哦 那你觉得 应该将别人的优点成为自己的优点 还是要去嫉妒别人好啊 但是 学习别人的优点呢 嗯 那你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 嗯 因为这样子才会进步啊 哦 对 别人的 有的好的长处呢 我们要向它学习 要跟它看齐 绝对不要嫉妒别人 对不对 嗯 这样子呢 它们的优点 好 就变成我们的优点 那我们的优点也会越来越多了 对不对 那你看到自己的优点了吗 有啊 我很喜欢画画啊 而且我叔叔也曾经考过100分啊 这都是我的优点吧 嗯 对啊 其实你有很多的优点呢 除了这些以外 其实你也很善良啊 你很有爱心啊 对不对 那你在学校 也很听老师的话啊 那你很孝顺父母 那在学校一定是很有人缘的 对不对 谢谢香香妈妈 我会努力再努力的 很好 霍华 我再问你哦 你觉得故事中的兔鹰呢 是否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呢 嗯 兔鹰项目因为我会唱歌啊 所以也想要以歌声来讨好国王 可是啊 他的歌声太难听了 正好操心了 顺梦真的国王 是啊 正可以所谓的 画虎不成反类犬 嗯 对 因此呢我们做事呢 不要太好高无缘哦 或者能力不足啊 模仿施真 就变成不伦不类了 就像故事中的秃鹰啊 他声音不好听 可是却勉强的学鹦鹉啊 其实只要花回我们自己的长处就可以了 这样才不会闹出笑话来哦 嗯 那你觉得怪着别人是一个好习惯吗 嗯 我觉得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 不过我有时候也会怪着别人啦 像 我找不到东西的时候 我都会 问我妈妈说 你到底把我的东西放到哪去了 最后才发现 是我自己放的啦 啊 都会先问妈妈对不对 妈妈你又给我乱收啊 对不对 都会这样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呢 我们常会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啊 那会常常去怪罪到别人 那霍阿妮你觉得 那怎么要去避免这些呢 嗯 我觉得应该先了解 事情的来龙去卖啊 嗯哼 然后尽管自己 没有 自己的缺点 然后 再 就把它找出来 对不对 嗯 所以呢 当 如果你不如意的时候呢 其实要先自省啦 那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想想看 就像菩萨呢 对有的众生都怀着无限的慈悲 即包容 我们又要效法菩萨的慈悲 来包容别人的错误 那如此我们说 越来越怎么样 越快乐啦 那越来越受大家的欢迎啊 哦 像像妈妈 我觉得你 越来越像一位菩萨了哟 哇 谢谢你哟 我们一起加油吧 嗯 各位小朋友 以上是今天的故事 希望你会喜欢 我们还有很多精彩 有趣的故事等着你哟 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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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